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 人们的肉体是需要营养的 如果你吃不饱饭 人们的肉体就会因为缺乏营养 出现各种各样的营养不良的症状 同样人们的精神也是需要营养的 如果人们缺少精神营养 同样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就不单单是个人的问题了 而且还会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现在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之一 就是人们缺少精神营养 整个中国人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都是处于一个严重的精神营养不良的状态 那什么是精神营养呢 我们可以看一个一百多年前陈独秀的例子 1915年6月 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 他决定要给中国的青年们办一份杂志 当年陈独秀36岁 他已经把自己排除在青年之外 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人到中年了 已经不再有青年人那样的热情 同时陈独秀也对中国中年以上的人失去了信心 陈独秀说中年以上的人已经没有希望了 中国的希望只是在年轻人身上 在1915年的中国 满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已经四年了 袁世凯取代孙中山 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 但是袁世凯当了这个大总统 他还不满意 后来他又要登基当皇帝 宣布取消中华民国 恢复地制 成立中华帝国 袁世凯自称是红线皇帝 当了83天的皇帝 袁世凯的称帝就让当时的中国人 对中国前途未来是更加感到担忧 所以一时间救中国 就成了年轻人嘴上最时髦的词汇 而陈独秀也是正式看到了 当时中国的年轻人有一种爱国的热情 所以他就要专门为年轻人办一份杂志 这就是著名的新青年杂志 当然办杂志需要经费 陈独秀自己他是没有办杂志的财力 所幸的是陈独秀遇到了贵人 当时的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梦舟 他一听陈独秀要办这个新青年杂志的想法 就非常赞同 马上决定为陈独秀办新青年杂志 做财政上的资助 于是在1915年9月15号 新青年杂志的创刊号就正式亮相了 这是一本16刊100页的月刊 每6号为一卷 创刊号的开篇文章就是陈独秀写的 禁告青年 这也是新青年的发刊词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 这个禁告青年当中 他提出了新青年的六大标准 第一个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第二个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第三个是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第四个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第五个是实力的而非虚文的 第六个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今天重读陈独秀之3000多次的禁告青年 仍然是有一个震聋发聩之感 在100多年前的中国 新青年杂志的出现就像黑暗中闪出了一道闪电 让人们眼前一亮 激起了一代年轻人的爱国热情 在那个时候的爱国青年和现在所谓的小粉红 是完全不同的群体了 从1915年到1916年 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办了一年 每一期的杂志发行量都保持在1000份左右 这在当时的杂志的发行量中 已经是非常高的发行量了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识字的人不多 大约90%的人都是文盲 所以能够看懂新青年杂志的那都是知识青年 在1916年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看了新青年杂志之后 就决定聘任陈独秀 担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 陈独秀对蔡元培说 我来北大可以 但我的新青年杂志怎么办呢 蔡元培说 把新青年带到北京一起来办 北大为新青年杂志提供财政资助 于是在1916年底 新青年杂志就从上海迁到了北京 从此也就盯上了一个全国的舞台 就直接就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声 在新青年迁往北京之前 陈独秀就已经和胡适 有许多书信上的来往和约稿 胡适的名作 文学改良厨艺就发表在 1917年1月1日的新青年杂志上 陈独秀又向北大校长蔡元培 推荐了胡适 这个比陈独秀小12岁的 初出毛流的胡适 也马上被蔡元培破格聘用为重要教授 陈独秀后来说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 蔡元培先生 胡适之和我是当时在思想议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新青年杂志对内代的中国青年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不少青年读者给新青年杂志写信说 自从看了新青年杂志 我们渐渐的醒悟过来 真像是在黑暗的地方 看见了曙光一样 后来陈独秀思想逐步的左倾 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在1921年创立中国共产党之后 陈独秀就当选为第一任的中共总书记 而中共早期的党员 大多数都是陈独秀新青年杂志的热情的读者 比陈独秀小14岁的毛泽东 当时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说 他谈到了这个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 毛泽东说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当我在私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 我就开始读这本新青年杂志 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 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刚有为 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为什么当时新青年杂志那么火呢 就是因为新青年杂志 是一个非常富有精神营养的杂志 这里就看一下陈独秀在1915年12月15号 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一个风靡一时的文章 题目是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这篇文章到现在看来也是毫不过时的 这里就摘入几段陈独秀的这篇名篇文章 陈独秀说 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 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 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 以实力为本位 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 以虚文为本位 西洋民族自古弃精 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主也 一切伦理道德 政治法律 社会之所向往 国家之祈求 都是拥护个人主义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 思想言论之自由 个人之自由权利 宰住宪法 国法不得 波尔夺治 所谓人权事业 国家利益 社会利益 与个人主义相冲突 是以巩固个人利益 为本应也 这里陈独秀就说 西洋民族 它是一个追求的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 西洋民族的伦理道德也好 法律 政治也好 社会的追求也好 国家的建立也好 它最根本的目的 就是为了拥护个人的自由权利 和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 陈独秀在文章中继续说 东洋民族 中法社会 以家族为本位 而个人无权利 一家之人 听命家长 国家组织 一如家族 尊元首 教中校 中法社会 封建时代之道德 半开化 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也 中法制度 之恶国有四 一曰 损坏个人独立之人格 二曰 挚爱个人意志之自由 三曰 剥夺个人平等之权利 四曰 养成依赖性 损害个人之生产力 东洋民族社会中 种种比列不法残酷之相 借以此四者为之应 这里陈独秀说 东洋民族没有个人 只有家族 伦理道德也好 政治法律也好 社会的追求也好 国家的建立也好 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家族 为核心的这个中法制度 东洋民族的国家组织 也和家族是一样的 他们强调要尊重元首 要忠诚国家 被陈独秀称之为 半开化东洋民族的一贯精神 陈独秀认为 东洋以家族本位的社会 有四大缺陷 第一大缺陷是损坏了 个人独立的人格 第二大缺陷是窒息了 个人意志的自由 第三大缺陷是剥夺了 个人平等的权利 第四大缺陷就是养成了 个人的依赖性 就是个人对家族 对国家产生的依赖性 就损害了个人 生产创造力的这个发挥 陈独秀说 东洋民族社会中的 种种的问题 都是起源于 这个家族本位 社会的四大缺陷 陈独秀在一百多年前 说的这些事情 就是放到现在的中国 也不过时 依然会让人感到震聋发愧 一百多年前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 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强大的精神营养 就造就了一代年轻人的精神 也有人把这个精神营养叫做启蒙 就是说中国人需要启蒙 所谓启蒙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小孩子脱离精神上的幼稚 变成精神成熟的成年人 这叫做启蒙 现在中国人的肉体上 很多人他们是已经成熟了 但是在精神上 还是属于那个婴儿的幼稚状态 所以被称之为巨婴 中国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巨婴 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社会 严重的缺乏精神营养 这些人他们在精神上 得不到足够的营养 所以老就成熟不了了 那么现在中国有众多的小粉红 就是这样的巨婴 他们都是处于精神营养状态严重不良 那么怎么样才能治好中国人 这个精神营养不良症呢 唯一的办法也就是启蒙了 一百多年前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 就是一个很好的启蒙的例子 当然现在中国国内 是不可能创办新青年这样的启蒙杂志 不过在海外应该还是有可能创办 像新青年这样的启蒙杂志 但愿会看到第二个陈独秀吧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